夫妻俩被劫匪绑架 不料劫匪建设起义 竟然解开了裤腰带 妻子是拼命求饶 丈夫则是一脸淡然 毕竟 牺牲一个人 就能保护两个人的安全 还是很值得的 然后 再来 丈夫被抓走了 今天这部电影 定位是个惊悚片 片名 在糟糕的日子里 电影一开始 中年夫妻的床上沟通感情 妻子突然说 我怀孕了 丈夫显然是有点小兴奋的 结果妻子又说 孩子的爸爸是你王兄的儿子 丈夫听完 瞬间陷入了沉死 那以后该怎么称呼妻子呢 妻子的孩子又怎么称呼自己呢 而这么狗血的剧情 是出自导演阿强之手 作为一个三流导演 阿强始终坚持自己写剧本 早晚有一天 他能拍出史诗大片 他有个妻子 和他是绝配 一个十八线小演员 演技贼差 还致命不凡 两口子看上去是狼狈为奸 实际上却是不共戴天 一天一小草 三天一大草 夫妻生活是相当不和睦 丈夫提及 去父亲的木屋度假 改善一下口若悬河 妙语莲珠的婚姻生活 那机会难得 阿强决定 给丈夫做一顿浪漫晚餐 阿强也识趣的过来帮忙 但是阿强天生胆小 甚至连生肉都不敢抓 阿强看到这儿 气球不大一处来 天天说自己猛 结果还不如老鼠胆大 留了个结层四胆身的发型 你还真以为你是巨石枪神了 但没想到 第二天 阿强突然就猛了 你不说我胆小吗 我这一榔头下去 你看我猛不猛 结果阿强一个转身 用电击器直接让他操伤了 原来 阿强早就发现了他的阴谋 阿强捡了石头 丢在了小艇上 还去操伤买了绳子和锯子 很明显 是要把他敲晕 羞耻捆绑 然后用石头撑糊啊 但是他始终没想通 这钢锯是干什么用的呢 当然是给你分尸的呀 你说我狠不狠 阿强一听乐坏了 那生肉都不敢碰 你还敢分尸呢 再说了 你怎么和周围的人解释啊 阿强说 就说你出轨跟别人跑了 怪不得你拍的都是烂片啊 你看我的 原来 阿强也想趁这次机会干掉阿强 他的剧本内容是 阿强败出打猎 枪走火给自己崩了 阿强一听也笑了 就你那个演技 警察都不能相信 就在俩人探讨谁的剧本更好的时候 阿强突然挨了一半球 这人是阿强找来的帮手 帮自己杀妻子的 帮手说了 嫂子呀 不是你饺子不好吃 而是大哥给的 太多了 你那一百万的意外保险 大哥说分我一半 阿强一听 似乎找到了反杀的机会 你大哥的意外保险有三百万呢 你干掉他 我给你一半 阿强又说了 我加五十万 他给多少 我双倍 帮手突然摇摆不定 那甚至还想让他们加价 阿强愁准机会 上去就要夺枪 阿强则趁机挣脱了绳索 但就在这个时候 看着手背打爆 流血不止的帮手 阿强就要送他去医院 阿强则要先帮他包扎 于是 这两口都又吵了起来 那帮手此时都要崩溃了 他决定 自己去医院 阿强就让阿强赶紧想想办法 那这样下去 他没走到医院 就失血过多而死了 阿强一听 抬手开枪 直接避免了他失血过多而死 问题解决了 两口都找到位置 继续刚才的话题 但是枪没子弹了 阿强用枪托给妻子放倒 然后拿出了子弹 结果阿强反扑 抢走了子弹 就准备开始装弹 就这样 两口都分工明确 可算是给枪补充了弹药 三个大汉从天而降 阿强两口子也被他们扎晕了 这三个大汉 是刚越狱出来的 本想在这荒郊野领逼逼风头 没想到 阿强他们来度假了 他们只能藏在天花板上 阿强两口子也不知道 是满头大汉呢 就把他们给打下来了 三个大汉绑架了两口子 其中一个就要亮街 阿珍吓得小兔乱装 阿强则是心在乐祸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大汉抓走了阿强 要和他狭路相逢拥者生 眼看丈夫是左右为难 难上加难 阿珍动了恻隐之心 毕竟夫妻一场 他就告诉劫匪 说他们夫妻在镇上的银行 有十几万 只要他们安全 这钱可以送给大汉们 领头的长毛一听 立刻就答应了 大汉们把他们绑在了地压室 阿珍看了台球桌 若有所思 然后用脚踢下了三个台球 接着大汉 晚上上厕所 大汉对他仔细的收身之后 就把他带去了卫生间 结果出来的时候 阿强少了一件袜子 阿强抄起袜子 直接给大汉打晕了 袜子里边装的 正是三个台球 至于他是怎么带进去 又怎么拿出来 师从何人 咱就不说了 好不容易在劫匪手里逃脱 阿珍就要开车逃跑 结果发现 车钥匙没拿 而此时 大汉们已经发现人逃走了 趁着他们出门寻找的时候 阿珍返回木屋寻找钥匙 却被其中一个大汉堵个正饶 大汉当时就要开枪崩了他 好在丈夫阿强突然出现 本想经过刀了大汉 但没想到 踢到了地上的子弹 双方立刻开始了大战 但是大汉是相当的强悍 好在 武功再高 也怕拆刀 打架再疯 也怕枪崩 另外两个听到枪声 急忙返回 却发现 心爱的朋友已经面目全非 是要帮朋友报仇 让阿强击飞蛋打 两口子吓得 在衣柜里躲到了天亮 而此时 长毛已经步步逼近了 阿强一个偷袭 直接撞到长毛 两人趁机跑出了小屋 结果长毛从天而降 一招观音作脸 精准的落在了阿强身上 阿人奸壮 直接把钉扒 镶在了长毛的身上 但区区致命赏 不足委居 长毛依然战斗力爆棚 而就在这个时候 开车的不是别人 正是阿强的老父亲 在昨晚 老父亲的朋友路径此地 就以为他的目入禁贼了 老父亲得到消息后 直接打晕了养老院的护工 然后抢了他的车 一路飞驰赶到这里 见长毛被撞飞 另一个丝毫不慌 毕竟手里有人质啊 但老头满脸之心 不过没想到 长毛依旧没事 直接一刀 让老爷子领了便当 两口都看到爸爸愈害 当时开车就跑了 好在有惊无险 长毛一枪打爆了轮胎 同时也打醒了阿强 他让阿人先掏手 他要为父报仇 阿人要开船掏手 结果发现船没有油了 他返回木屋取游 正好遇到了长毛 长毛挟持了阿人 要勒索他们的财产 而阿强抓住了岸上的绳子 来了一把人体冲浪 开船的长毛浑然不知 结果被偷袭 一顿猛吹 但他依旧没事 反过来开始吹阿强 阿人上去帮忙 长毛选择无视 继续吹阿强 阿人又拿出灭火器 长毛还在吹阿强 直到阿人拿出了一把信号枪 这才引起了长毛的重视 但是枪射歪了 阿强瞅准时机上去偷袭 阿人这时候想起来 丈夫为了杀他 在船上准备了一包石头 他直接把包挂在长毛的脖子上 然后无敌的长毛就被称呼了 而因为这件事两口子又和好了 所有的死亡都归咎在了长毛他们身上 阿强把这件事还写成了剧本 尤其是本社出演 于是一个打着真实世界改编的电影 成功上映了 票房大卖 夫妻俩成为了有限人 再也不用骗毛了 那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所以说夫妻不合的原因 到底是钱的问题 还是感情的问题呢 那么这就要这吧 咱们下期见 么么大